所以你别喊特朗普的班子 决心很大 没法实施 美国人这点也知道 不能脱钩 美国前驻华公使福利敏 讲 美国每年有65万 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 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 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人 若排挤他们 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 预计到2025年 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 将超过金额组织 所有沉安国的总和 若与中国脱钩 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 事业上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和数学家 数量最多的国家 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 以其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谁有利 美国这批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 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 华人是开餐馆的 华人是做苦力的 华人就聚在唐人街 他们都这印象 今天什么印象 今天傅里面讲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成一个 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中国不想跟你干 都想双赢 你逼他 逼到最后 他把你逼成一个 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说你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 预言我们倒台的人比比皆是 2000年美国华人张纳顿 中国即将崩溃 2015美国学者神大美 即将到来中国崩溃 一片唱衰 但我们就是不崩溃 我们发展得比谁都还快 北大林一福教授讲 这叫中国经济之谜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 林一福说 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者 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力 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 亮亮腔腔的 跌跌撞撞 眼看就要摔倒 他就不摔倒 比那些政经微步的人还要快 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林一福说是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 当然我说并非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 最困难的时候 讲了句话 讲了抗日战争 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讲 战争的伪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主 原来中美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复杂 真是涨知识了 你给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道谜题 究竟应该怎样解读呢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 又是哪两个人 让金将军赞不学口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咱们继续听吧 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苦 这种钻研 这种物品世界无人可比啊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啊 为未来 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呢 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9月23号 德国事业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产品 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 和更优惠的价格 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 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真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真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 200多万 买彩电 对方协款 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真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两万一千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 最初创业就几块外用表 一台试播器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美台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堆码的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 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堆就往前扛 15米一堆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 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着往前 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 88年就这么干 任正非 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 变成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家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家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居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儿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同意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方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 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3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7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那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 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神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义务奋斗 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袭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 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 60小时以前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住自己的安全 身先速度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 任正非 第二 桃花笔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加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是老大 桃花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得凡有个华人地方 就有老干妈 你看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笔一个大字不识 年近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 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 就是办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做一瓶瓶的宁紧了 送卡车司机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比如说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 那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踩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桃花笔当年创业 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桃花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上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再给你拼上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桃花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NBA案例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桃花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 就见不着桃花笔 桃花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桃花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桃花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所以我说 恩格斯那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实践之处长青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 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 一定要与实践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 深圳就是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世界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就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山坡上看香港 小平同志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能够探上香港土地 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同志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同志打散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同志站在萌萌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六分钟 小平同志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年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同志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小平同志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 深圳经济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 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讲 越岗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越岗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 超越大湾区 勤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着重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珠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齐中勋书记就讲了句话 面对逃港风潮 他讲了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中勋也看不见了 其实我们今天正在实现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今天是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了句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斯科ATT三年左右 领先艾雷辛诺基亚五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儿我跑哪儿 今天我们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基于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 百年久亡 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 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迹的 林泽虚的鸦片禁言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杨无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柱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未亡 救亡命题不是共产党发起 但共产党了解 1949新中国成立 救亡命题的终结 下一命题开始 1949 2049 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救亡 后一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我们后一百年依然如实 但我们在几代人的奋斗 多少人的牺牲 我们今天叫成绩非然 我们从今天看一看 这是美国丹副大学做的一个模型 全世界经济增量 从1960年到2099年 全世界经济增量 丹副大学以世界银行做这个模型 你看中国 60年代根本没有我们分 世界排名前16 没有我们的分 我们到了1971年 终于寄身世界前16名了 然后开始不断地加三 不断地插队了 就是中国 世界秩序就这么排定了 美国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日本世界第二 其他欧洲的国家 在后面按照这个排序 中国亚洲都排在后面 亚洲就日本在前面 然后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在逐步地崛起 最后世界大秩序 就是苏联解体 到俄罗斯有大的变化 队伍变化 其他你看大家注意 不断加三的 不断插队的 不断敢超的就是我 进入世界前十 超越加拿大 进入世界前九 一个一个就往前赶 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 中国人不守秩序 不按照排队的规则 你看看 超越巴西世界前七了 超越英国世界前六 1998年超越意大利世界前五 200年超越法国世界前四名 2004超越德国世界前三 2010超越日本世界第二 有人说 我们排了个厉害的国 国把美国给惹了 有人说我们搞了工业制造 2025把美国惹了 惹的不是这个 是中国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字都来自美国的 你看中国发展这个速度 你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加以支持 石油数字到2017 2017采纳石油数字 2017以后还有个模拟 模拟一个虚拟数字 就是根据你的资源禀赋 你的资源 你的人才 你的发展前景 还做了综合的规划 2017以后 它有个演算推算 一直推算到2099 2049我们新中国成立 100年 就是18大的目标 19大目标 实现伟大的民族性 2049 我们做指标 是做到2028 经济走南超越美国 超越之后 继续拉开 以美国的距离 继续拉开 越拉越大 当然最后 大家看 下部美国 还要对付印度呢 因为印度追上来了 不是我们朝美国 美国再追不上我们 因为印度要赶美国 下部他好好地 把印度扩这一把 这就是到2049 到2049 我们经济走南 大约超越美国 20万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到2050 我们大约要48万亿 美国27万亿 我最后讲这些话 小成功需要朋友 大成功需要对手 我们弄个小成功 弄个小朋友 做小成绩 那需要朋友 大成功 我们民族复兴是大成功啊 需要对手 今天干你 明天干你 他让我们不要懈怠 让我们审视自身的毛病 我们改掉自身的毛病 他讲了我们有问题 我们改 改完我们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需要这样对手 他给我们发展提供了 非常强劲的动力 我说这是我们 一个百年变局的大时代 国际力量格局的较量中 剧烈演变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 民族复兴的新长城 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在座的我们所有 我们都是见证者 参与者 这是我们的幸福 当然后代人 可能他们更幸运 但我们这段幸运在哪里呢 你生活在一个 中华民族大起大福的 这样的时代 马云讲了 真正的机会 就在别人的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和金老师产生怎样的碰撞吧 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 对外援助吗 金将军你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 东亚冰夫到民族复兴 东亚冰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 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 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 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 Week Chinese 我们知道 Week这个词 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 它有虚弱的这个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 说东亚冰夫 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来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 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 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有 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呢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地敏感 一方面过分地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 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的方位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可以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 特别细的翻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一上飞机以后 他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 上将 外语又不行 我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里要坐下来 后来 就因为这种待遇 我就直接找了 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一个海军五官助理 一个空军五官助理 一到安检 他俩就藏起来了 我找他俩 我说行 你先诺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对我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行 两个系统 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海军五官助理找我 他说两个小礼物 结果说 这个送你们王上将一个 这送你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起 我说 第一 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送六份 送两份算了算了 我说第二 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映了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也正式反映我们一眼 他说他挺尴尬 把两个衣服收回去了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维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维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 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势力 我们有权利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中国人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 你跟我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 但是呢 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事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要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们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说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的敏感 把这都说是想看中国人 另外呢 如果一旦碰见 我们全意受到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几武器 还为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 张军 您好 我叫吕豪毅 现就读航空航电工程专业 大二的时候呢 我想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 普渡大学 是我们国家两单一星元勋 邓家仙 梁思立 两位大科学家的这个毕业院校 但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呢 没能如期前往 所以想请问您 在这个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 继续在国内深造呢 还是选择出国留学 之后才能更好的 投入到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 谢谢您 好的 您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 我也举个小的例子 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 说中牙 现在不是中牙挺时髦的吗 比如说给你人生第三副牙 中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我到西安 西安我们四一大 那是全军中牙第一把手 非常好 四一大那校长就跟我讲 我们口腔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 包括中牙就不要提了 口腔技术比国外 他说差了三十年四十年都不值 现在病假急去 个别朝前 他说你和我四一大 机器人中牙 他说国外都不相信 说中国人造假 这种特别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中牙 一直到英国BBC2017 到西安四一大拍摄机器人中牙 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 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搞出机器人中牙来了 口腔非常小啊 治口腔你很痛啊 拼命张大嘴张不大 机器人不用的 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 机器人中牙保证精确度非常高 四一大你别看低处西安 广泛的派学生留学 瑞典中牙的B族 美国日本都是牙科老大 我们今天全部病假急区 个别赶潮 就得于什么呢 交流开放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避免开放大门 我们能出去就出去 能贴近就贴近 尽量学习 充分发挥中文学习形式 充分地利用 然后才能充足地成长 谢谢金将军 谢谢金将军 金道授好 前面的同学问了关于留学的问题 我就来问问关于移民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移民了就不爱国 但是我们发现呢 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临到很多争议 或者说面临天灾的时候 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自发组织游行 组织募捐来支持祖国 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移民的 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做一般人移民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只要他想移有条件他就可以移 这是我们不能干净 好快 好快 好快